众阶约 愿从宫讨贼 君阔乃帅其挥下千余人 于西城而入 愿不知觉 君阔入狱出敦礼 愿使之之 拒帅左右数百人被甲而出 欲君阔于门外 君阔未愿众约 礼愿未逆 如鹤未随之入汤火乎 众阶弃兵而愧 为愿独存 骂君阔曰 小人卖我 行自己以 遂执愿 一知 人武 以王君阔为左领军 大将军兼幽州都督 以愿家口赐之 敦礼 众方之孙也 以右 霸天策服 明天策战 明天策 七月 己丑 柴绍破突厥于秦州 展特勒一人 士族首签于吉 以秦府护军秦书宝位 左卫大将军 右以臣之杰位 右武卫大将军 玉池靖得位 右武后大将军 人臣 以高氏连位 士忠 房玄陵位 中书令 萧宇位 左仆社 长孙无忌位 立部尚书 杜如惠位 兵部尚书 鬼四 以宇文氏 集位 中书令 丰德 一位 右仆社 右以前天策府 兵曹参军 杜燕 位 玉史 大夫 中书社 人 严师谷 留灵府 位中书 侍郎 左位 复律侯军 集位 左位将军 左渔后 段志玄 位 萧 位将军 复护军 薛万 彻位 右领 军 将军 右内复律 张公 警 位 右武后 将军 右肩门律 长孙 安夜 位 右肩门 将军 右内复律 李克 李克 领 左右 军 将军 安夜 无忌之凶 克 尽之 帝也 太子建成 其王源及之党散王在民间 虽更设令 由不自安 侥幸者真告不以邀赏 建议大夫王归以其太子 秉子 太子下令 6月4日以前是连东攻及其王 十七日前连礼愿者 并不得相告言 为者反作 丁友 潜建议大夫为真宣位山东 听以便宜从事 真至此周 欲周献故送前太子千牛李治安 其王护君李施行一经施 真曰 无寿命之日 前宫 其府左右 皆设不问 经赴诵施行等 则谁不自疑 虽遣识者 仍谁信之 无不可以顾身贤 不畏国律 且既盟国事之欲 敢不以国事报之乎 遂皆解纵之 太子文之 盛喜 又为律府凯曹参军唐陵出位万全臣 现有戏求时许人 会春雨 临纵之 始归耕重 皆如其而返 临 令则之弟子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 秉承 突厥浅 浅世 请和 人须 吐浴浑浅 浅世 请和 鬼害 赵船位于太子 太子故词 不许 家子 太宗及皇帝位于东宫显得殿 设天下 关内及蒲 瑞 于 太 闪 顶六州免租调二年 自于给赴一年 鬼魏 赵义 宫女众多 幽必可名 以简出之 各归亲戚 任其是人 初 姬胡 酋长 刘仙 陈帅 重将 梁师兜 师兜 姓 缠杀之 由始所不猜拒 多来将者 师兜 尽衰弱 乃朝于突厥 未知化策 劝令入寇 于是协力 突历二克汗和兵 始于万骑寇 荆州 敬至武功 经师戒言 秉子 丽妃长孙世 为皇后 后少好读书 造次必寻离法 尚未秦王 与太子建成 其王源及有戏 后奉是高祖 陈顺非平 弥逢其阙 甚有内住 即正为中功 勿重节俭 服御取给而已 上身众之 常与之意赏罚 后辞曰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妾妇人 安敢欲文正事 顾问之 终不对 吉卯 突厥 进扣高龄 新四 京州道行军 总管 御持靖德 与突厥 战于京阳 大破之 或其四 京阿始 德乌 没错 斩首千余 级 鬼位 协力 可汗 靖至 为水遍 桥之北 遣其 复兴 直师 司力 入见 以关虚实 司力 圣称 协力 突厘 二 可汗 将兵百万 经至乙 上让之曰 无与 辱克汗 面结和亲 赠以金箔 前后无算 辱克汗 自负盟曰 引兵深入 与我无愧 辱虽荣敌 亦有人心 何得全望大恩 自夸强盛 我今先斩如意 私力 拒而请命 肖宇 封得以 请力 前之 上约 我今浅海 鲁未我未知 月四平灵 乃求私力于门下审 上自初选五门 与高市连 防玄陵等力 其进一位水上 与协力 隔水而语 则已赴约 突厥大经 接下马罗拜 而而诸君既智 经甲毕也 协力 剑职师 私力不凡 而上挺身 清出 君荣甚甚 有巨色 上辉诸君 使雀而不成 独留与协力语 肖宇已上轻敌 寇马 顾剑 上约 无仇之以熟 非亲所知 突厥 所以敢倾国而来 直抵交殿者 以我国内有难 正心即位 为我不能抗欲 故也 我若是知心弱 必门聚首 鲁必放兵大略 不可复制 故正倾其读出 是若倾之 又正要均荣 使之必战 出鲁不易 使之师徒 鲁入我的寄生 必有巨星 故与战则克 与何则故矣 智福突厥 在此一举 清地观之 是日 协力来请和 赵许之 上级日还攻 已有 又姓陈希 斩白马 与协力盟于 便桥之上 突厥引兵退 萧宇请于上约 突厥为何之时 朱将征战 陛下不许 臣等亦以为仪 既而鲁自退 其策安在 上约 无关突厥之众 虽多而不整 君臣之志为会 是求 当其请和之时 可寒独在水溪 达官皆来业我 我若罪而赴之 应袭其众 事如拉朽 又命长孙无忌 李靖福兵于 兵州已呆之 鲁若奔归 仗兵邀其前 大军业其后 赴之如反掌耳 所以不战者 无疾未日浅 国家未安 百姓未复 且当尽已赴之 亦与鲁战 所损甚多 鲁结怨既生 聚而休备 则无谓可以得质疑 顾卷贾涛歌 但以金箔 笔记得所欲 理当自退 致意交度 不复设备 然后仰威似性 一举可灭也 将欲取之 必顾予之 此之未已 轻之之乎 予再败曰 非所及也 本北宋作品 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 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一百九十一 资质通箭 卷一百九十二 唐记八卷一百九十三 姐妹计划 数据像 启柔赵燕茂九月 近者雍困敦七月 凡二年 资质通箭 第一百九十二 卷卷 第一百九十二 唐记八 启柔赵燕茂九月 近者雍困敦七月 凡二年 高祖神姚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 秉须 公元六二六年 九月 九月突厥协协陷陷陷马三千匹 阳万口 尚不寿 但照归所掠中国户口 真温雁博海潮 丁华 上尹诸位将促习设于显德殿亭 御之曰 荣敌青岛 自古有之 患在边境绍安 则仁主义游望战 是以寇来莫之能欲 经正不使辱曹川池住院 专习公使 居贤无事 则未辱师 突厥入寇 则未辱将 树鸡中国之名可以绍安忽 于是日饮数百人教设于殿亭 上清临市 中多者赏乙公 刀 伯 其将帅一家上考 群臣多见曰 于律 以兵刃至御在所这脚 经使悲碎之人张公 写始于宣臂之策 陛下清在其间 万一有狂夫切发 出于不义 非所以重设计也 寒周刺始风同仁诈 乘义马入朝切剑 上街不听 曰 王者是四海如一家 风域之内 皆正赤子 正一一推心至其腹中 奈何素未知是一家猜忌乎 犹是人私自立 数年之间 西未精锐 上常言 无字少经略四方 颇知用兵之药 每官敌臣 则知其强弱 常以无弱当其强 强当其弱 必臣无弱 逐奔不过数十百步 无臣其弱 必出其臣后反击之 无不溃败 所以取胜 多在此也 即有 上免定勋臣长孙无忌等决议 命臣疏达于殿下唱明示之 且曰 郑旭清等勋赏或未当 一个字言 于是诸江征功 分云不已 怀安王神通曰 臣举兵关西 首应一齐 金房玄陵 杜如慧等专弄刀笔 公居臣上 臣妾不服 上曰 一齐初起 叔父随首唱举兵 盖意自迎托货 即斗建德吞氏山东 叔父全军覆没 留黑踏在河于静 叔父望丰奔北 玄陵等运筹帷幄 坐安设计 论功行赏 故宜居叔父之先 叔父 国之至亲 正成魔所爱 但不可以思恩懒于 熏尘同赏儿 诸江乃相未曰 陛下至宫 虽怀安王上魔所思 无柴鹤敢不安其分 遂皆悦 房玄陵常言 秦府旧人为牵官者 皆皆怨曰 无属奉事左右 己何年已 经除官 返出前宫 其府人之后 上曰 王者至公无私 故能服天下之心 正与清辈日所依时 皆取诸名者也 故设官分职 以为名也 当则贤财而用之 其以心就为先后哉 必也心而贤 就而不孝 安可舍心而取就乎 经不论其嫌不孝 而直言皆怨 其为阵之体乎 赵 民间不得忘力邀辞 自非不是阵术 其余杂战 悉从尽绝 上于红文殿巨四部书 二十余万卷 至红文管于殿策 精选天下文学之事 于世南 主量 姚思莲 欧阳荀 蔡允公 肖德延等 以本官兼学士 令更日素质 听朝之戏 引入内殿 讲论前言网行 商榷正式 或置业分乃罢 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冲红文管学生 东 十月 秉承朔 日有时之 赵追风 顾太子建成为习王 誓约隐 其王源及魏拉王 以礼改葬 葬日 上哭之鱼 以秋门 圣哀 魏珍 王规表 请陪送至墓所 上许之 命公府就了解送葬 鬼害 立皇子中山王成甘位太子 升八年已 根臣 初定功臣时 封有差 初 萧宇建峰 得宜于上皇 上皇已为中书令 即上即位 萧宇为左仆设 得宜为右仆设 义事已定 得宜数反之于上前 游是有戏 十方玄灵 度如会心用事 皆疏于而轻得宜 萧宇不能平 遂上风是论之 此止辽落 游是五止 萧宇与陈淑达 奋争于上前 根臣 与 淑达 皆坐不尽 免官 甲申 明不上书 陪举奏 明遭突厥报 见者 请护给卷一匹 上约 正以诚信御下 不欲 须有存续之名 而无其时 护有大小 其得雷同 给似乎 于是寄口未律 初 上皇玉强宗室以振天下 故皇在从 三从弟及兄弟之下 虽同如皆为王 王者数十人 上从荣问群臣 便封宗子 于天下利乎 封得以对曰 前世为皇子及兄弟乃为王 自于非有大功 无畏王者 上皇敦目九族 大丰宗室 自两汉以来 未有如今之多者 绝命既从 多给利益 恐非是天下已至公也 上约 然 正位天子 所以养百姓也 岂可老百姓 以养己之宗族乎 十一月 根营 将宗室郡王皆为献功 为有功者数人不将 并五 上与群臣论指道 或请众法以敬之 上审之曰 明之所以未道者 由父凡义众 官吏贪求 饥寒妾身 故不暇故连耻耳 正当去奢审费 轻摇伯父 选用连利 使民主时有余 则自不畏道 安用众法邪 自世数年之后 海内申平 路不时宜 外户不弊 商旅也素焉 上又常未誓臣曰 君依于国 国依于明 克明以奉君 由割肉以冲妇 妇宝而申必 君妇而国王 故人君之患 不自外来 常由申出 夫欲甚则费广 费广则负重 负重则明仇 明仇则国为 国为则君丧以 正常以此思之 故不敢纵欲也 十二月 己四 一周大都督斗鬼 奏称辽返 请发兵讨之 上曰 辽依祖山林 十出赎妾 乃其长俗 牧首够能服 以恩信 自然率服 安可轻动干戈 余列其名 彼之勤寿 其为名父母之一邪 竟不许 尚未陪纪曰 彼多尚书 言士者 正皆年之无弊 得出入审揽 美思至道 或深夜方请 功备亦当克勤职业 附赠此意 上力经求至 树影未真入卧内 访以得失 真之无不言 上皆欣然加纳 上浅使点兵 风得一奏 中南虽未十八 齐驱干壮大者 亦可并点 上从之 赤初 未真固执以为不可 不肯熟赤 至于数四 上怒 赵而让之曰 中南壮大者 乃坚明诈 妄以必真意 取之和害 而亲固执至此 对曰 夫兵再欲之得其道 不再众多 陛下取其壮剑 以道欲之 足以无敌于天下 何必多取戏若 以增须疏乎 且陛下每云 无以诚信欲天下 欲使臣名皆无欺诈 今集位未己 失信者数以 尚恶然曰 正贺未失信 对曰 陛下出即位 下赵云 不赴官物 惜令捐免 有私以为父亲府 国私者 非官物 真都如故 陛下以秦王身为天子 国私之物 非官物而合 又曰 官中免二年租掉 官外给父一年 既而既有赤云 以亦已输者 以来年未始 散孩之后 方父更争 百姓故已不能无怪 经济真的物 父典位兵 何谓来年未始乎 又 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 在于守宰 居常检阅 嫌以为之 至于典兵 独一旗诈 其所谓以臣性 为智乎 上月曰 向者正以轻固执 以轻不达正事 经轻论国家大体 臣尽其经要 夫号令不信 则名不知所从 天下何有而智乎 正过身矣 乃不典中南 似真经问一 上文锦州路市参军 张玄宿明 赵剑 问以正道 对曰 随主好自专述物 不认群臣 群臣恐惧 为之丙受奉行 而以 莫之感为 以一人之智 觉天下之物 借使得师相伴 乖谬已多 下于上弊 不亡何呆 陛下 陈能谨则群臣而分任以事 高拱木轻而考其 陈败以施行赏 何忧不至 又 陈关随莫乱离 其欲真天下者 不过时余人而以 其余皆保相党 全妻子 以待有道而归之而 乃之百姓好乱者一先 但人主不能安之而 上善其言 卓为是欲使 前幽州济世 执中书省张运古上 大宝针 齐略曰 圣人受命 整逆亨屯 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 壮酒重于内 所居不过荣兮 彼婚不知 摇其台而穷其事 罗巴针于前 所屎不过适口 唯狂妄念 丘其遭而持其酒 又曰 物眉眉而暗 物茶茶而明 虽免留闭目 而是于未行 虽头旷塞耳 而听于无声 上家之 似以束薄 除大礼臣 上诏复义 赐之时 魏曰 如前所奏 己魏无火 然凡有天便 轻宜静言皆如此 物以前世魏臣也 上常魏一曰 佛之为交 玄妙可施 清河独步物其理 对曰 佛乃湖中劫霞 狂要彼土 中国邪辟之人 曲庄 老玄坛 是以妖幻之语 用妻于俗 无异于名 有害于国 臣非不悟 彼不学也 尚颇然之 上幻力多受求 密使左右示录之 有司门令使寿卷一匹 上欲杀之 明不上书 陪举剑约 为力受录 罪臣当死 但陛下使人 一知而受 乃献人于法也 恐非所谓 道之以得 其之以礼 上月 赵文武武品 以上告之曰 陪举能当官力真 不畏面从 躺美事皆然 何忧不至 陈光曰 古人有言 君名臣直 陪举宁于随 而终于堂 非其信之有遍也 君恶闻其过 则中化位宁 君乐闻直言 则宁化位中 誓之君者表也 臣者谨也 表动则谨随已 誓岁 敬皇子长沙郡王 刻为汉王 以杨郡王又为楚王 新罗 百计 高丽三国有诉仇 蝶乡攻击 上浅国子助教 朱子奢网欲止 三国接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 高祖神姚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征官元年 丁亥公元627年 春 真月 已有 改元 丁亥 上宴群臣 奏 秦王破城了 上曰 正习受伪专贞 民间遂有此去 虽非文得之庸荣 然工业游资而成 不敢忘本 封得已曰 陛下已神武平海内 其文得之足笔 上曰 勘乱已武 守成已文 文武之用 各随其时 轻未文不及武 思言过矣 得已顿首谢 几亥 至 自经中书 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一事 揭命见官随之 有失则见 上命力部上书长孙无忌等于学士 法官更易定律令 宽脚形五十条位断幼指 上游贤奇惨 约 肉行发已久 已有已一之 属王法曹参军陪洪宪请改为嘉义留 留三千里 居坐三年 照从之 上乙兵部郎中带咒中卿公职 卓位大力少卿 上乙选人多诈帽资应 斥令自首 不守者死 为己 有诈帽视觉者 上欲杀之 咒奏 据法应留 上怒曰 轻欲守法而使正师信呼 对曰 斥者出于一时之喜怒 法者国家所以不大信于天下也 陛下愤选人之多诈 故欲杀之 而寄之其不可 复断之以法 此乃忍小愤而存大信也 上曰 轻能执法 正负贺忧 咒前后犯言执法 言如永全 上阶从之 天下无冤欲 上令风得以举贤 久谋所举 上阶之 对曰 非不尽心 但于今未有其才耳 上曰 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古之智智者 其戒才予以待乎 正唤己不能知 安可乌一世之人 得以残而退 御使带福度 阴奏 诸丝闻案 孔有机师 请令御使 旧丝 简笑 上已问风得以 对曰 社官分职 各有所思 果有纤维 御使 自应 纠矩 若便立诸丝 搜阔 此类 太未 反遂 焉莫然 上问焉 何故不负论职 对曰 天下之物 当尽至宫 善则从之 得以所言 真得大体 臣臣心服 不敢遂非 上曰曰 宫等各能如是 正负贺忧 又萧卫大将军长 孙顺德 受人讳卷 是绝 上曰 顺德果能有异国家 正与之共有福库尔 何至贪貌如是乎 游习其有功 不知罪 但于殿亭赐卷数十匹 大力少清胡掩曰 顺德王法受财 罪不可赦 奈何赴赐之卷 上曰 彼有人性 得卷之辱 甚于受刑 如不知愧 亦情授耳 杀之何以 辛丑 天杰将军 燕郡王李 一句经周返 一只出入朝野 是宫焦距 秦王左右至其淫 亦无故殴之 上皇怒 收益细域 继而是之 上即位 亦内部自安 曹州妖屋里 五界位亦曰 王贵色已发 劝之反 亦乃诈称奉密赤 勒兵入朝 遂引兵至幽州 幽州至中 照慈号持出业之 亦入聚幽州 照立部上书长 孙无忌等位行军 总管已讨之 照慈号文官军将至 密语统军阳极图之 释谢 亦求此好 即在城外绝变 乐兵宫之 亦重愧 弃妻子 将奔突厥 至乌室 左右斩之 传守长安 帝寿 魏力周都督 亦作诛 初 随莫丧乱 豪杰并起 雍众俱的 自相雄长 唐兴 相帅来归 上皇位之歌 至周县 以宠祿之 游氏周县之术 备于开皇 大业之间 上以名少利多 司格其弊 二月 命大家并审 因山川行辩 分位时到 一约关内 二约河南 三约河东 四约河北 五约山南 六约拢幼 七约淮南 八约江南 九约建南 十约岭南 三约 鬼四 皇后帅内外 命妇清残 论月 鬼丑朔 日有时之 人生 尚未太子少诗 萧宇曰 正少好宫史 得良宫时数 自卫无以加 竟已是宫宫 乃曰 皆非良才 正问其故 宫曰 木星不值 则卖礼皆邪 宫虽敬而发始不值 正使物向者 便知未今也 正以宫史定四方 时之由未能尽 旷天下之物 其能辨之乎 乃命经官五品 以上更速中书内审 树言鉴 问以民间疾苦 正是得失 梁州都督常乐王又梁 姓粗暴 左右百余人 皆无赖子弟 轻报百姓 又与枪 胡互事 获告又良有意志 上浅中书令 与文是即 持一代之 并按其事 左右拒 谋结又良入北路 又欲杀是即 具有何兮 父有告其谋者 下 四月 鬼四 四又良死 二 感谢观看 五月 愿君章率众来将 初 君章引突厥县马役 沙高满镇 退保恒安 其众皆中国人 多弃君章来将 君章句 义将 请恨北边赎罪 上皇许之 君章请约弃 上皇燕门人缘朴次之金券 协力可汗附遣人招之 君章犹豫未决 恒安人郭子薇说君章以 恒安的显尘间 突厥方强 且当以之以官辩 未可束手于人 君章乃之缘朴送突厥 赋予之和 术予突厥入口 至是 见协力震乱 知其不足是 岁率众来将 上义君章为习州都督 瑞国公 有上书请去宁臣者 上问 宁臣为谁 对曰 臣居草则 不能的知其人 愿陛下与群臣言 或扬怒以示之 彼直离不屈者 直臣也 畏微顺指者 宁臣也 上曰 君 远也 臣 流也 着其远而求其流之亲 不可得已 君自畏诈 何以则臣下之直乎 正方已至臣至天下 见前世帝王好 以全觉小数皆其臣下者 尝切齿之 清策虽善 正不取也 六月 新四 又菩舍命名公封得已轰 人臣 父以太子少师萧宇为左菩舍 雾身 上语是晨论周 情修短 消语对曰 咒谓不道 五王争之 周集六国无罪 始皇灭之 得天下虽同 人心则矣 上曰 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 周得天下 增修仁义 情得天下 意上诈吏 此修短之所以书也 盖取之或可以逆的 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语谢不及 山东大汉 照所在正序 无出经年租赴 秋 七月 仁子 以立部上书长孙吴继位又菩舍 吴继与上位不依交 家以外妻 有左命宫 上位以复兴 其礼欲群臣莫及 欲用位宰相者数矣 文德皇后顾请约 妾备为交房 家之贵宠及以 臣不愿兄弟赴职国阵 吕 或 上官 可谓切骨之戒 信陛下经察 上不听 促用之 初 突觉姓纯后 政令直掠 协力可汗的华人赵德言 伟用之 德言专其微福 多变根就俗 政令凡科 国人史不悦 协力又好信任诸胡儿书突厥 胡人贪貌 多反复 兵隔岁洞 会大雪 申树齿 杂处多死 连年激井 明街洞内 协力用度不给 重脸诸部 游市内外离院 诸部多判 兵敬弱 严是者多请及之 尚已问萧宇 长孙无济曰 协力君臣昏虐 为王可避 今及之 则心语之盟 不及 恐失机会 如何而可 欲请及之 无济对曰 鲁不犯塞而弃性劳民 非王者之师也 尚乃之 尚问公卿已享国久长之策 萧宇言 三代封建而久长 秦孤立而肃王 尚已为然 于是是有封建之意 皇门侍郎 皇门侍郎王规有秘奏 赴世中高世连 请而不言 尚文之 八月 务虚 初世连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 根须硕 日有时之 新有 中书令语文士及霸卫殿中间 御史戴夫杜燕参与朝政 他官参与政事自此时 燕建行部员外郎抵怀道 尚问其行能 对曰 阳帝将信将都 照百官问行留之计 怀道为立不主事 独言不可 陈亲见之 上曰 亲称怀道为事 何谓自不正见 对曰 臣尔日不拘重任 又知见不从 徒死无意 上曰 亲知阳帝不可见 何谓立其朝 既立其朝 何的不见 亲世随 荣可云未卑 后世王世充 尊贤义 何的义不见 对曰 臣于世充非不见 但不从而 上曰 世充若贤而纳见 不应王国 若报而俱见 亲和的免惑 焉不能对 上曰 今日可谓尊任矣 可以见卫 对曰 愿尽死 上孝 新卫 幽州都督王军阔谋判 道死 军阔在周 交纵多步伐 征入朝 长使李玄道 房玄陵从深野 平军阔复书 军阔私发之 不识草书 以其告己罪 行至为难 杀毅力而逃 将奔突厥 为野人所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领南酋长冯昂 谈殿等叠相攻击 久未入朝 诸州奏称昂返 前后以十数 上命将军令摩等发疆 领数十州兵讨之 魏征建约 中国出定 领南仗立险远 不可以宿大兵 且昂反状魏臣 魏宜动众 上约 告者道路不绝 何云反状魏臣 对约 昂若反 必奋兵巨险 攻略周险 经告者已数年 而兵不出境 此不反民已 诸州既已其反 陛下又不遣使政府 彼未死 故不敢入朝 若遣信臣是已至臣 彼喜于免惑 可不凡兵而服 上乃罢兵 冬 十月 已有 浅缘外散其侍郎李公眼持劫未遇之 昂浅其子至代随使者入朝 上约 为真令我发一戒之使 而领表岁安 胜十万之师 不可不赏 似真卷五百匹 十二月 仁武 左仆舍萧宇坐世面 勿深 立州都督一安 王李孝常等 谋反 辅诸 孝常应入朝 刘金师 与右五位将军刘德玉及其身统军援洪扇 监门将军长孙安夜护说服命 某以素卫兵作乱 安夜 皇后之义母兄也 誓久无赖 父甚醋 帝无济及后并幼 安夜赤海旧事 即上即位 后不以旧愿为义 恩礼甚后 即反是绝 后替契未知故请约 安夜罪承当万死 然不辞于妾 天下之之 精致以即行 人必为妾所为 恐亦为圣朝之类 由氏的简四 刘席周 获告又成为真思其亲戚 上史玉史大夫 温燕博案之 无状 燕博言于上曰 真不存行机 远必贤疑 心虽无私 亦有可责 上令燕博让真 且曰 自今已存行机 他日 真入见 言于上曰 臣闻君臣同体 宜相宇敬臣 若上下但存行机 则国之心丧尚未可知 臣不敢奉照 上渠然曰 无以悔之 臣在拜曰 臣姓的奉侍陛下 愿使臣未良臣 勿为忠臣 上曰 忠 良友已亦呼 对曰 曰 曰 忌 契 高桃 君臣邪心 具享尊荣 所谓良臣 龙旁 笔甘 面哲亭真 身诸国王 所谓忠臣 上月 四卷五百品 上神采因意 群臣敬见者 皆师举措 上知之 每见人奏事 必甲以词色 即闻归见 常为公卿曰 人欲自见其行 必滋明敬 君欲自知其过 必呆忠臣 苟其君必见自贤 其臣阿余顺旨 君济失国 臣其能独权 如于世姬等产世 阳帝以保富贵 阳帝济世 世姬等亦诛 功备以用此为戒 世有得失 无无敬言 或上言 请辅救兵 宜尽处五职 追入宿位 上位之曰 正以天下为家 为贤事与 其救兵之外 皆无可信者乎 辱知此意 非所以广正得于天下也 上位公卿曰 习与凿山治水 而民无傍读者 与人同利故也 秦始皇淫宫世 而民怨盼者 病人以利己故也 夫弥立真奇 故人之所欲 若纵之不已 则为王立志 正欲淫一殿 才用以具 见秦而止 王宫以下 以体证此意 游氏二十年间 风俗素谱 依吴锦秀 公司赴给 上位皇门侍郎王规曰 国家本至中书 门下已相检查 中书照赤或有诧诗 则门下当行脖阵 人心所见 互有不同 苟论难往来 勿求至当 舍己从人 亦负贺商 彼来或护己之短 遂臣怨戏 或苟必私怨 知非不正 顺义人言情 为赵明之身患 此乃王国之正也 阳帝之事 内外戍官 物相顺从 当事之时 皆自为有志 或不及身 即天下大乱 家国两亡 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 亦为时论所贬 中古不磨 清曹各当训公望思 物雷同也 尚未誓臣曰 吾文兮欲甲狐的美诛 苟身已藏之 有诛 誓臣曰 有之 尚曰 人皆知彼之爱诛而不爱其身也 历受求抵法 与帝王逊奢欲而亡国者 何以亦于彼狐之可笑邪 为真曰 习鲁哀公为孔子曰 人有好望者 喜宅而望其妻 孔子曰 又有胜者 节 咒乃望其身 亦游是也 尚曰 然 正与公辈一路利相扶 庶免为人所笑也 清周有谋反者 周现代不知党 收戏满欲 照殿中是欲使安喜催人师父案之 人师至 西托去纽谢 与饮食汤墓 宽慰之 只作其魁守时于人 于皆是之 还报 赤史将罔绝之 大力少亲孙福家为人师曰 足下平凡者多 人情谁不贪身 恐见徒履的免 未肯甘心 身为足下幽知 人师曰 凡至欲当以平树为本 其可自归免罪 知其冤而不畏生邪 万一暗短 物有所纵 以一身一时求之死 一所愿也 福家残而退 极赤史智 更逊诸求 皆约 催公平术 事无网乱 倾诉救死 无一人一辞者 尚好骑射 孙福家健 以为 天子居则九门 行则紧毙 非欲苟自尊严 乃未设计声明之计也 陛下好自走马赦地以愉悦进尘 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 非今日天子事业也 既非所以安养圣公 又非所以宜行后事 臣妾为陛下布取 上月 为己 以福家为建议代夫 随是选人 十一月即 至春而罢 仍患其其促 至是 吏部侍郎官臣流灵府奏四时听选 随却助你 仍以为辩 唐出 世代夫已乱离之后 不乐是尽 官员不冲 审服下诸周差人复选 周府及赵使多以赤谍不关 至是尽审之 乐赴审选 即者七千余人 灵府随才全序 各得其所 十人称之 赵义官中米贵 十分仁于洛周选 尚未防玄陵约 官在得人 不在缘多 命玄陵并审 刘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元 随秘书兼禁令刘子义 有学型 姓刚直 朋友有过 常面则之 礼拜要常称 刘四虽妇骂人 人中不恨 嗜碎 有照真知 此以母老 不治 书令陪人鬼私以门夫 尚怒 欲斩之 殿中是欲使长安里 甘又建曰 法者 陛下所欲天下共也 非陛下所独有也 惊人鬼作 清罪 尔底即行 成恐人魔所措手足 上月 免人鬼死 以甘又未誓玉使 上常语及关中 山东人 亦有同意 殿中是欲使一封章行 成贵奏曰 天子以四海为家 不当有东西之意 恐是人以爱 上善其言 后赐之 自是美有大正 常使欲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 突厥技强 赤勒诸部分散 有薛岩陀 回合 兜波 古力干 多烂格 铜锣 扑顾 拔野骨 丝结 魂 胡薛 结 阿爹 气别 白等十五部 皆居气北 风俗大帝与突厥同 薛岩陀于诸部位最强 西突觉和萨纳 克汉方强 赤勒诸部皆臣之 和萨纳真税无度 诸部皆远 和萨纳诸其渠帅百于人 赤勒相帅叛之 共推弃弃别 戈勒义乌真莫赫克汗 居贪于山北 又以薛岩陀以诗波位也系小克汗 居燕莫山北 即社会克汗兵赴阵 薛岩陀 弃别二部并去克汗之号已成之 回合等六部在御都军山者 东属史碧克汗 统业护克汗世衰 以施波之孙宜南帅其部落七万余家 赋于协力克汗 协力震乱 薛岩陀与回合 拔野古等乡帅叛之 协力浅其兄子 玉古社将十万骑讨之 回合 酋长菩萨将五千骑 宇战于马列山 打破之 玉古社走 菩萨追至天山 不众多位所掳 回合 游士大阵 薛岩陀又破其四射 协力不能治 御 Uh 你会 του 胖冷戒科技查 政府公司已藏向左手 朵実冲川冉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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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力一衰,国人离散 惠大雪,平地数尺,养马多死,明大鸡,协力孔堂城其壁,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列,石舍被烟 红卢清镇远使突绝海 言于上曰,荣敌兴衰,专以养马为侯 经突绝铭姬处寿,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 尚然之 群臣多劝上臣间及突绝,尚曰,心与人蒙而备之 不幸,利人之灾,不仁,成人之为以取胜,不武 纵使其种落境叛,六处无虞,正中不及,必呆有罪,然后讨之 西突绝统业护克汗浅珍珠统四金与高平王道历来,献万丁宝殿金带,马五千匹,以银公主 协力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为统业护约,如银堂公主,要须经我国中国,统业护换之,未成婚 高祖神瑶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征冠二年,物子,公元六二八年 春,真月,心骇,又蒲舍长孙无忌霸 时有密表称无忌全宠过圣者,上已表示之,曰,正于清动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照百官位之曰,正诸子皆佑,是无忌如子,非他人 所能兼也,无忌自聚满盈,故求迅慰,皇后又立位之请,尚乃许之,以为开府一同三司 至六司侍郎,赴六尚书,并至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鬼丑,土玉魂寇明周,都督礼道燕即走之 丁四,喜汉王客为蜀王,为王太为岳望,楚王又为燕王 上问魏甄曰,人主何谓而明,何谓而岸,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习姚卿问下明,故有苗之恶得以上文,顺明四目,答四聪,故共,滚,欢都不能避也 秦二世偏信赵高,以臣望夷之祸,两五帝偏信诸义,以取台臣之辱,随样帝偏信于世姬,以致彭臣阁之辩 是故人均监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毙,而下秦得以上通也 上曰,闪 上位皇门侍郎王归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随文帝不许正给,而令百姓旧识山东,彼致末年,天下楚姬可攻五十年 阳帝誓其富饶,此心无厌,促亡天下 但使苍岭之姬足以被凶年,其余何用哉 二月,上位侍臣曰,仁言天子至尊,谋所谓但 正则不然,上位皇天之间灵,下旦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有恐不合天意,为妇人望 为真曰,此臣致致之要,愿陛下圣中如始,则善矣 上位房玄陵等曰,为正莫若至公 习诸葛量窜料利,理言于难移,量促而利,言皆悲弃,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 幼高窘位随乡,公平时智体,随之心王,系窘之存眉 正继目前世之明君,轻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三月,雾银朔,日有时之 人子,大理少青湖眼镜每月求账,上命自经大辟接令中书 门下四品以上即上书一支,树无冤烂 既而隐求,至其周次使证善果,上位胡掩曰 善果虽负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未武 自经三品以上犯罪,不须隐过,听于朝堂寺禁止 官内汉秦,明多麦子已皆依时,己四,赵出玉府经薄未熟之,归其父母 庚武,赵已去遂陵雨,经资汉,黄,赦天下 赵书略曰,若是年古丰人,天下又安,宜栽震生,已存万国,始所愿也,甘心无令,会所在有余,明大月 下,四月,吉卯,赵已,随莫乱离,因之积景,报海满夜,商人心目,已令所在官司收矣 初,突厥突利克汗见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西,等数十不多判突厥来将,协利克汗以其失重则之 吉薛延驼,回河等败玉古舍,协利浅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倾其奔海 协利怒,居之时于日而踏之,突利游士愿,应预判协利 协利数真兵于突利,突利不语,表情入朝 上尚未誓臣曰,向着突厥之强,空闲百万,平陵中下,用誓交字,以施其名 今自寝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 正闻之,且喜且惧 何则 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 然正或诗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 清曹仪不惜苦见,以辅正之不歹也 协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时来求救 上谋于大臣曰,正与突利为兄弟,有疾不可不救 然协利亦与之有盟,奈何 兵不上书度如会曰,荣敌无信,终当赴曰,经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疾 夫取乱无王,古之道也 秉申,契丹求长帅其部落来降 协利遣时请以良师都亦契丹,上位使者曰,契丹与突厥一类,今来归父,何故所知 师,都中国之人,道我土地,报我百姓,突厥受而避之,我心兵至讨,折来救之,彼如于有府中,何患不为我有 届使不得,义中不以降父之名义之也 先是,上之突厥正乱,不能避良师都,以书欲之,师都不从 上浅下周都督长使刘明,司马刘兰臣图之,明等数浅清其见其合架,多纵反见,离其君臣,其国见须,将者相属 其明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誓谢,来奔,由世上下一相宜 明等之可取,上表请兵 上浅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奸削万军集之,又浅明等据朔方东城已逼之 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臣掩其卧骨不出 师都销顿,兰臣追击,破之 突厥兵,突厥兵,大发兵就师都,柴绍等位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欲,奋集,大破之,遂为朔方 突厥不敢就,尘中时尽 人阴,师都从腹地落人杀师都,以陈将,以其地位下周 太常少青祖孝孙以为良,臣之应多吾,楚,周,其之应多胡,疑,于世斟酌南北,考以古生,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 照邪绿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顶 六月,已有,孝孙等奏新乐 上曰,礼曰者,盖圣人缘情以赦教尔,至之隆替,其由于此,御史大夫 杜燕曰,其之将亡,作,伴侣驱,成之将亡,作,御树后亭花,其身哀思,行路文之皆悲泣 何得炎制之隆替不再乐也,上曰,不然 夫乐能感人,顾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 将亡之阵,明必愁苦,顾闻乐而悲耳 今二曲俱存,正未功奏之,功起悲乎 又成未真曰,古人称,李云李云,玉伯云忽哉 乐云乐云,中古云忽哉 乐成再人和,不再生因也 成光曰,成文垂能目至方圆,心度趋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 圣人不免而终,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悦而已 礼者,圣人之所屡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 圣人屡忠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事传之,于是呼作礼悦焉 故宫人直垂之规矩而失之气,是一垂之功以,王者之五帝,三王之礼悦而失之事,是一五帝,三王之志矣 五帝,三王,其为事已久,后知人见其礼之其所屡,闻其乐之其所乐,秉然若犹存于是焉 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悦有本,有文,终合者,本也,容身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 先望守礼悦之本,未尝须于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于远于身 心于归门,者于朝廷,备于香碎比林,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四君旅至于隐时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至化周家,凤凰来一夜 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依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一风一俗,成义难以 是以汉武帝至邪律,歌天锐,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兆 亡莽见西河,考虑吕,非不经也,不能就见台之祸 静武至笛齿,吊金时,非不响也,不能米平阳之灾 良武帝立四气,吊八阴,非不察也,不能免台臣之乳 然则勺,下,或,五之音,聚存于是,苟其于,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旷似海乎 是由直垂之规矩而无功与才,作而呆弃之臣,终不可得也 旷其,成迎婚之主,亡国之音,赞奏于亭,无能辩一世之哀悦乎 而太宗巨云至之龙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意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理非威仪之位也,然无威仪则理不可得而行矣 乐非生因之位也,然无生因则乐不可得而见矣 辟诸山,取其依土一时而为之山则不可,然土时皆去,山于何在哉 故曰,无本不立,无闻不行,奈何以其,成之因不厌于今世,而为乐无益于治乱 何亦睹全时而清泰山乎 弼若所言,则是五帝,三五之作乐皆妄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 习哉 物子,上位是臣曰,正观,随样帝籍,文词奥伯,一知是谣,顺而非结,咒,然行是何其反也 为针对曰,人君虽甚者,由当须己已受人,故智者献其谋,永者结其礼 阳帝是其俊才,交经自用,故口送遥,顺之言而生为结,咒之行,曾不自知,以致父王也 上曰,前世不远,无赎之师也 吉内有黄 新卯,上入院中,见黄,多数眉,住之曰,明以古为命,而乳时之,宁时无之费长,举授欲吞之,左右见曰,恶物或臣吉,上曰,正为明受灾,何吉之必,遂吞之 是岁,黄不畏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曰,正美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 恐为明害,是已不多言 给世中之起居是杜正伦曰,臣直在济言,陛下之言师,臣必疏之,企图有害于今,亦恐一击于后,上曰,四伯二百段 上曰,两五帝君臣为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 原帝为周师所为,有讲,老子,百官容符已听 此身足未解 正所好者,为遥,顺,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意,如鱼有水,师之则死,不可赞无耳 以臣周次使陪前通,随样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适逆,虽时已适便,屡更舍令,幸免足矣,不可由始慕名,乃下赵除名,刘欢周 前通常言,身处随世以起大堂,自以为公,颇有绝望之色 即得罪,愿愿而死 秋,七月,赵宇文化及之党来周次使牛方玉,将周次使薛世良,广州都督常使唐凤义,随武牙郎将原理并除名喜边 上位是陈曰,古语有之,设者小人之信,君子之不信 一岁再设,善人暗雅,夫养狼有者害家骨,设有罪者贼良名,顾正即位以来,不欲述设,恐小人是知清犯献章顾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一百九十二资质通简 卷一百九十三堂记九卷一百九十四 姐妹计划数据项 起着雍困敦九月,竟重光丹二,凡三年有期 资质通简 资质通简第一百九十三卷卷 第一百九十三 唐记九,起着雍困敦九月,竟重光丹二,凡三年有期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征官二年,物子,公元六二八年 九月,禀五,出令至世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彼见群臣屡上表赫祥瑞,夫家几人足而无瑞,不害未遥,顺,百姓愁愿而多瑞,不害未结,咒 后卫之世,立焚连礼目,主白智儿时之,起足卫智智乎 丁卫,赵,自经大瑞听表文,自外诸瑞,身所思而已 常有白却够朝于寝殿怀上,和欢如妖谷,左右称赫 上曰,我常笑随样地好祥瑞 瑞在德贤,此何足和 命会齐朝,纵阙于野外 请不吝点赞,订阅市场,打赏,格桑 主任,观点赞,报告 在赞,格桑 络达 mmmb 赞,格桑 代表文,观点赞,格桑 天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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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少雨